你站起來嗎 你站起來嗎 你行嗎 你沒事吧 你站起來嗎 来 这下 对 这个地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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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以 嗨 师哥 姐 姐 姐 你怎么了 姐 姐 姐 你怎么了 姐 提供你 你怎么了 她这几天一直胃不舒服 也不肯去医院 来 刷电梯 好 这几天 来 这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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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这几天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是因为最近工作太累了 造成了急性未出血 好在已经做了手术 没什么大事 早就叫她来医院 她一直不肯 她还这样多久了 提侍那位溃疡 有好几年了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 哥 其实 管导最初并不注意你 是抵护你一直在帮你努力争取 管导才愿意见你一面 你真的把她气得不轻 这些年 她真的某某付出了很多 我知道了 就知道了 我还想把它扭护了 我还想帮你回头 您自己帮你送你走 我都想帮你回头 你让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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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最近还挺开心的 你也没有那么讨厌 我 我这种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报胎的人 这么好啊 我的天啊 这啊 我先走了 这啊 这个啊 又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靳泽医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电话也不接 家也不回 你还知道给我熬粥啊 不是熬给你的 那是给谁的 病人 有人生病了 谁啊 替护你 替护你他怎么了 他未出血 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你帮我把那个红糖拿过来 那你昨天晚上 我都在陪替护你 什么 我说你昨天晚上 都在陪替护你 是啊 他换个地方就失眠 你以为人家都和你一样 睡得死养疤叉的 估计把你关在鹅棚里 你都能睡着 还愣着干嘛 你帮我把这个果皮收了 哦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生病了 你会给我熬粥吗 我 我就是打个比喻 我不喜欢喝粥 你这个壮的和牛一样 怎么会生病啊 再说了 你不是不喜欢喝粥吗 我先走了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收 哎 等等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收 我跟你一起去 可以吗 好啊 那你快点 你和皮肤尼认识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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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个干嘛 问问嘛 不想说就算了 你和皮肤尼认识多久了 大概七年吧 那你们关系好吗 我和我爸吵得最激烈的时候 我最迷茫的时候 都是他给我信心的 是他让我下定决心 踏入演艺圈的 可我到现在 才知道他胃不好 你试试 你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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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菲尼 你怎么来了 来 慢点 没事 没事 你今天不是有练习课的吗 你别管我了 这是什么呀 我熬的粥 自己熬的 对啊 你也来了 天然素 你嚼怎么了 不小心扭了一下 真是笨死了 来 来 没事 没事 我来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 这挺烫的 你别烫着 我自己来 我 拿着 拿着 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都浪费了 真不好意思 没弄到身上吧 你呢 你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快去 拿条毛巾 你手上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来 擦一下 你好 我是蒂芬妮 我是泽姨的经纪人 很高兴认识你 我跟泽姨共事了很多年 她我非常地了解 她无非就是想要一段 有名无实的关系 小女孩的心思 我还是了解的 既然是契约关系 有些事情就不能越界 喜欢上泽姨啊 产生感情 谁喜欢她啊 这样的人谁会喜欢 但是有些事情 你还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比较好 比如 你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你做出什么 伤害择疑的事情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